你可以看到現在 整所有大停電 815全台大跳電 全台電家損失慘重 補助只有34塊 更IP太少 老闆娘我有34塊 可不可以買一個漢堡 我每一個漢堡要40塊 815大停電 台電平均補助每戶34元 但是34元 連一個漢堡都買不起 它這個無意景的 東西都準備好了 到時候怎麼辦 那太少了啦 對啊 我們營業的損失 就這樣不划算 815大跳電 全台592萬戶受影響 獲得台電補助一日電費 平均一戶只能得到 少少的34塊錢 總金額超過3.6億 全民買單 而且明明是中油疏失 為何台電先支付 不只補助金額差強仁異 當天還有受災戶連續被斷兩次電 獲得的補助也一樣是34元 IP不公平 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小安音小匯連小確信都躺不上了 政府應該提出一個穩定的能源政策 蔡英文應該要再一次的跟國人說清楚 講明白 我們日後台灣的電源 如何能夠確保 815跳電補償受災戶 得用人民公堂支付 蔡政府高喊2025非核家園 但要發展綠能發電 卻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少了穩定供電 停電危機就怕隨時上演 記者李孟昌顧商君台北報導